Digimon Digital Card Better 我是又又是我 又来继续review我童年玩过的怀旧游戏啦 今天挖出了一个 在PlayStation上 应该是蛮冷门的数码暴龙游戏 Digimon Digital Card Better 数码暴龙卡牌对战 OP还是蛮厉害的 可以看到战斗暴龙兽 钢铁驾鲁鲁兽 帝皇龙甲兽 奥米甲兽 等等的经典角色 就是音乐本身有一点点 也不符合我自己的口味了 战斗可以在二代动画的余山家里面 选一只来当自己的伙伴 没有理由不选V仔兽的吗 V仔兽那么可爱 然后这就是玩家的角色 这不就是数码世界一代里的主角吗 接下来会介绍一些设定和说明 不过并不是很重要 说明完了就会进行第一次的游戏存档 这就是以前存档的速度 这数码暴龙卡牌对战的游戏 如果只是要破关的话 其实也不会需要用到太多的时间 长大了看得懂英文之后 就会感觉非常的容易玩 一开始在新手村和Betamon对话 他会教玩家如何战斗 这个战斗教学 我个人是认为非常的贴心的 因为说的非常的详细 正式开战之前会先抽一张卡 决定谁是先手 谁是后手 这数码暴龙卡牌对战 应该是和现实世界里的卡牌对战的规矩会不一样的 有着不一样的机制 Betamon说他是先行动的那一位 数码兽会有份R rookie成长级 C champion成熟级 和U ultimate完全体 这三个等级 通常都会选择R上场的 如果是选择C级或者是U级直接上场的话 则是会受到能力下降的惩罚 DP是Digi Warpoint 进化分数 选好了上场的数码兽 下一只就是要选择 要牺牲哪一只数码兽 来获得相应的DP 这一只物宅可以看到加P10 就是牺牲它的话可以加10分DP 雪人兽的DP是30 如果我有30分的DP 就可以将场上的R级数码兽 进化成C级的雪人兽了 我刚刚牺牲了物宅 只获得了10DP 还差20DP才可以进化 弄好了这一些之后 就到了战斗的回合 但由于我是线手 你还没有数码兽在战场上 所以就会先pass掉这一回合 现在就到了你的回合了 抽完卡了 如果你不喜欢手中的卡 可以按三角形来丢掉手中的卡 重新抽过 不过你丢掉的卡 将无法在这场战斗里再次使用了 而且每次战斗 都只是带30张卡在身上 乱丢的话 很快就会没有卡牌可以对战了 玩家选择了阿吉的牙古兽上场 然后看手上的卡 一只是加20匹 另外一只是加30匹 那就选择牺牲加30匹的数码兽吧 不过很可惜的 虽然你的DP值够进化了 但是却无法进化 因为数码兽的属性不同 戏击的数码兽是绿色卡 牙古兽是红色卡 只有卡牌的颜色一样才能够进化 玩家之后pass掉了进化回合 直接进入战斗回合 在这里可以看到first attack 也就是目前随时先攻的回合 这回合是玩家先攻 然后就会以猜拳的方式 去猜对方会选择出哪一个技能 通常欧是攻击力最高的技能 三角形是比较弱的技能 但是可以广泛的被使用 因为X虽然是最少攻击力的技能 不过通常都会带有 针对O的特殊效果 O to 0的意思就是 对方O的攻击力将会变成0 如果玩家选择了X 对方选择了O 对方的攻击将会归0 不过这只是教学战斗 请玩家选择O吧 选好了攻击 接下来就是选择support card 辅助卡 就像是这一张 可以让三角形的攻击翻倍 数码兽的卡也是可以当成辅助卡使用的 这张数码兽的辅助技能就是 任何攻击都加200 这张Option card就是 能够让在场上的数码兽HP增加300 玩家也可以随时查看对方手中的卡牌 和场上的卡牌 去预测对方的行动 现在请玩家选择加HP的卡牌 进入游戏画面 这游戏在战斗画面上还挺用心的 每一只数码兽都会有着三个不一样的攻击动画 卡牌对战的获胜条件就是 优先打死对方三只数码兽的玩家生出 如果你的DP值足够进化了 是可以pass掉牺牲出马兽去获得DP值的回合 阿基的BetaMon现在有30DP了 所以就可以进化成 卡牌颜色相同的C级雪人兽了 进化之后无论DP值有多高都好都会归零的 想从C级进化成U级 就需要重新累计DP值 然后新的数码兽 他的血量会直接取代原本的血量 如果玩家用了一些卡牌 使得阿基数码兽的血量很长 那就不妨可以考虑 让阿基的数码兽继续战斗几个回合 下磨掉血量之后才进化 现在是我的战斗回合 因为是教学 我就告诉你 我这回合选择了0 玩家你现在应该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一个了吧 玩家选择了X 平时就是这样 要去猜对方的行动 来看怎么样的选择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我们都选好了攻击方式 接下来又到了辅助卡的回合了 玩家只剩下这一张卡在手上 那就选择他吧 如果觉得不需要使用任何的辅助卡 也可以直接scape掉辅助卡回合的 现在是玩家的回合 看来抽出来的卡都很不理想 那就按三角形放弃这四张卡重新抽过吧 这回合就很好 抽到了红色的戏击卡 由于玩家的DP足够进化了 玩家可以pass掉加DP值的回合 直接进行进化 现在我要教你一些好玩的东西了 由于只是教学环节 我们就一起选择OVER 如果玩家对手上的辅助卡不满意 是可以直接抽取下一张卡来当成辅助卡的 不过这将会是一场赌博 因为双方都不会知道那张卡的辅助能力是什么 也可能会什么能力都没有 我的第一只数码兽挂掉了 教学就交到这里吧 在实际的战斗里 你是需要打赢三只数码兽才能胜出的 别担心 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 可以随时在新手村的Battle Cave 来找我进行教学对战 每一次去到一个新的城市 玩家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Battle Cave 和里面所有的NPC对话 对话完了就可以去Battle Arena对战了 不过在此之前 记得要先去Menu里面 整理好自己的卡牌组合 和进行游戏的存档 因为一旦进入Battle Arena了 玩家就无法edit自己的卡牌组合了 进入Battle Arena会连续进行好几场战斗 越是后面的城市 需要战斗的次数就会越多 这游戏也不像PS的游戏王那样 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 去进行很多次的对战 来刷一些很重要的卡牌 我自己其实组的很随便 就破了整个游戏 大概就是7张辅助卡 3张优级数码兽 7张西级数码兽 3张伙伴卡 剩下的全部都是西级数码兽 一开始是只有一张伙伴卡的 中期可以选择第二张伙伴卡 后期可以获得第三张伙伴卡 我呢除了伙伴卡以外 其他的数码兽一律全部都是选择了红色 就这样红色组合一路打到最后都没有换过 卡牌的每一个颜色 也就是不一样的属性了 都会带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红色是有着比较强的攻击力 但是血量会比较少 蓝色是有着极高的血量 但是攻击力很弱 绿色的优点是很容易累积DP值 可以进化的很快 不过血量攻击都普普的 黑色是R级非常的弱 然后C级和U级会比其他颜色来得更加的强 但是DP值会比较难累积 需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进化 最后一个黄色 我就觉得是垃圾组合 接下来呢就是伙伴卡 伙伴卡就比较特别 都是R级的 在冒险的途中 玩家能够获得在动画里面的那一些装甲 装甲进化了可以变成A级 装甲进化是不需要DP值的 只要将伙伴卡一丢上场 系统就会直接问玩家 是否要进行装甲进化了 而且只要将伙伴卡放在卡组里面 每一次战斗结束之后 伙伴卡就会获得经验值 升级了之后 可以获得一些不一样的能力 玩家可以自由的为自己的伙伴卡 选择三个特殊能力来搭配 装甲进化之后 再配上特殊能力的加成 伙伴的实力会处于C级 也就是成熟期等级 配上一些辅助卡的话 甚至有机会可以打败U级完全体的 接下来呢 就说一说这游戏的剧情啦 其实也没有什么剧情 非常短而已 玩家只需要记得三个步骤而已啦 即使看不懂英文 也压根不会卡关的 每去到一个新的城市 先去Battle Cave 和所有的NPC对话 然后存档 去Battle Arena对战 对战完了再回去Battle Cave 和所有的NPC对话 有时可以获得一些奖励 只要有奖励都会是一些 很不得了的东西 如果对话完了 还是无法通往下一座城市 那就再去Arena对战多一次吧 有几个城市是需要在Arena对战两次 才能够获得Passcode的 没了 就是那么简单 玩家在成为Card Master的旅途中 将会遇到数码暴龙 大冒险02的主角们 也就是大福他们 不过他们并不会和玩家对战 就只会说一些 这个城市怪怪的 那一只数码兽怪怪的 也就这样而已啦 然后玩家就会在几个城市 不断的遇到虫虫兽 很多城市都被虫虫兽给控制啦 虫虫兽这样做 也就只是为了希望能够获得 暴龙改造者一成事先的认可而已 打到了最后 虫虫兽终于开悟啦 不再为暴龙改造者而战 而是为自己而战 击败了为自己而战的虫虫兽 终于啊 路过的打酱油角色 暴龙改造者出现啦 说虫虫兽就是个没用的垃圾 所以玩家就决定 必须要好好的教训这家伙啦 打赢了他就跟他说 你连虫虫兽都不如 这一切的功劳都是虫虫兽 自己独自完成的 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 就只会躲在后面 输了还要哭 然后 然后暴龙改造者就边哭边逃走了 后面还可以遇到 改邪归正 诚诚认错的一城市弦 啊对了 到了一些城市 就会出现一个叫 Fusion Shop的选项 暗度路兽可以帮玩家 进行卡牌Fusion融合 或者是将卡牌喂给伙伴卡 让伙伴卡可以获得经验值 说真的 如果不是为了收集100%所有的卡牌 就只是单纯的想通关整个游戏的话 这个系统是废的 完全不需要用到 直接将其他属性的卡牌 通通都会给伙伴卡的做法 我认为是更加实用的 一路上也会有一只Roseman 一直引导玩家 要做什么东西 到了后面才知道 原来他不是数码兽 后面的剧情得知 他是一个 类似保安系统 或者是杀毒软件的玩意 他只是利用了Matrix 制造出了Roseman这个形象而已 其他人其实是看不到他的 他的目的是为了和玩家沟通 引导玩家 去终结掉一股邪恶势力的起源 这股邪恶势力的起源就是A 不过Roseman在这个剧情里面 都是怪里怪气的 每一次都不和玩家说明 是什么事 每一次都只会透露 一点点的线索而已 直到最后的最终BOSS先生了 Roseman才肯将一切给说清楚 路途到了机械暴龙兽的城市 玩家将会在这里 和数码暴龙大冒险01 独角门的数码兽 全部都战斗过一人之后 记得要在Battlecap里面 跟兽人家鲁鲁说话 他会给玩家一张 非常厉害的辅助卡 Hacking 这张卡的效果是 如果自己的血量比对方低 就会和对方互换血量 到了最后的黑暗之塔 打败了这一只玩意 和他对话的时候 他会忽然卡住一直跳针 重复同一句话 忽然之间 整个游戏 或者是说你的PlayStation主机 就会被害了 相信用过Windows XP 和更早期的Windows使用者 都很有感吧 幕后黑手Air终于出现了 原来是在数码世界一代 游戏里面出现过的Analogman 这时Roseman终于肯蹦出来 说明一切了 Analogman派入了整个网络系统 而他对战的话 他的卡牌不是随机的 他可以随意的编排 自己想要的卡牌出现 一开局 他就会把自己的数码兽 加一大波的血量 不过好在也就是我 一开始就抽到了 从受人家鲁鲁那里 得到的一张卡 Hacking 发动效果之后 血量互换 原本劣势的我们 变成了优势 然后就还蛮顺利的 打倒了Analogman 原来这卡牌对战游戏 是Roseman为了抓Analogman 而制造出来的陷阱 只要玩家打败了Analogman 他就会被困在这里 无法逃脱 然后Roseman就将他 跟自己一起 主动的切开了网络的连接 可以说是同归预警了 剧情结束 存档之后 是可以继续游戏的 不过我只要看到了 游戏的credit出现 我就会当自己 打破了这个游戏的了 毕竟是普通的玩家 不是那些hardcore玩家 必须要收集到全部的要素 要做到100%的那种玩家 如果想要更支持我的话 也可以加入会员 请我喝一杯咖啡吧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会员福利 不过以后如果有机会 玩一些黄标游戏的话 就只会发布在会员频道而已 争取以后可以做全职的YouTuber 我是游 游是我 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